後來就這樣把這個房子又解決了 就把北京的房子解決了 我聽上去就是家裡的事情 基本上您決定要幹嘛 這事兒就必須得幹 不管中間經歷了什麼 而且您一定能幹成 對吧 大事兒聽我的 小事兒他安排 所謂家庭來說 這前夫還是做得不錯的 這個誰也甭聽誰的 是不是互相商量 對了咱們就都照辦走 女強人 女漢子 在事業上 在外面 就是很霸道的 很牛的 你在回家過日子 什麼東西都會有 也不起 其實家裡不會再發生什麼 太大的事兒了 對吧 為什麼真的把婚給離城了 因為這樣的家庭小事兒 經常會發生啊 我喜歡熱戰 他也是一開始跟我爭吵 吵著吵著我就要講道理嘛 他講不過 對 就然後 然後就冷戰 然後接著就是一搞就是半月 甚至可以一月 我主動理你 已經說到什麼成分啊 我說我們兩人這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很壓抑 我們餘一生還有二三十年 那麼像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我要折瘦 我希望的是能夠交流溝通 可是他說挺好 現在挺好 就是這樣 我說那不行 但是最終的結果 他的一場同學會 壓垮了我們的婚姻 怎麼了 他今生出戶了 我們協議離婚了 他是在同學會上碰到了 這大家都能理解就行了 不要說得那麼深 是我提出來了 他不理 他到最後還是不同意 所以您覺得什麼樣的先生 跟您在一起 可能能過上您夢想中的日子 我就有一首歌 對兒童唱的 但是也是對我唱的 什麼 你要愛我 你親親我 你要愛我就抱抱我 你要愛我就陪陪我 你要愛我就夸夸我 我可以為你付湯頭 我可以為你付湯頭 但是大家都想抱到 是一個柔軟的 不想抱到一個 女人 女人的心就是 可能浑身是刺的 我覺得 其實女人就是柔軟的 刺威也是柔軟的 是因為覺得外界 對她有侵犯的時候 她才覺得她很受傷的時候 她的刺才張開 我恕我直言 我直觀的感覺 您統領了 您的前夫38年 您的脾氣性格已經完全形成 能夠再找一個這樣的好兵 不容易 您剛才說了 什麼大事兒聽我的 我再給您總結一下 我大概寫了一下 叫大事兒聽你的 小事兒聽你指揮的 整體就是這樣 人家做個菜 你把肉切好 還得給他安排好 您的前夫是敬身出戶的 是吧 基本敬身 但是他手上有 我們為什麼要跟您講這句話 他基本敬身是他自己自願的嗎 是的 因為如果他不自願 你要跟他打官司 我是律師 我明確告訴你 你不可能讓他請人出戶 我知道 如果他不自願 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所以我想跟您講的是 我希望您再給他一點時間 給您自己一個時間 因為這個兵不好找 那我寧可不要兵 寧可不要兵 那我問您一件事 找個領導您要不要 要 從領您 可以 您能聽話嗎 可以 可以嗎 對 確認 確認 我在這裡給您說了半千 您都不聽我的 您還說您確認 您真不好找個領導 對 他是一個情體 請請我 抱抱我 那我做不到 不是 然後再 我就聽你的了 好 我是這樣想的 你的個性是一個非常強的 那這種個性在職場上 可能沒有問題 披荊斬棘 但在生活中呢 其實我們依然有這樣一個奢望 我們希望像我在工作中一樣 在職場中一樣 什麼都能撲得住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婚姻模式中 可能他一直被控制 任何一個男人都受不了 因為沒有自由 好 那麼你說了 說咱們熱炒 冷戰 一個男人 明知道這場戰爭根本贏不了 誰跟你打呀 不但贏不了 還得數了一頓 對吧 還得重新教育一番 那於是人家也不打了 能跟著您混這38年 真的不容易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選擇的女台上的中老年人 他們有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型 他們沒有一個人 像你描述的這樣 如果他們知道親戚你抱不抱你 他離什麼婚啊 他情商那麼高 他為什麼要離婚啊 他離不了婚 如果說他們說 他是找送偶的 對吧 那送偶的 那可能如果他有這麼深的情感 對不對 那可能他在面對第二個女人的時候 他也有所收斂